学习心得报告 主题 学佛问题讨论之二 上 今天继续为大家报告 学佛问题讨论之二 上一次 总共向大家报告了四个问题 这一次从问题五开始 问题五 请问三十信念的举行时间可否提早 原因是有些信众十分着急要回家 或者回酒店 所以每当第三十完结后 可能不带恭送主法和尚回疗房 也不按义工的指示 依次序出班 便即刻自行离席 更有些信众走出了会场后 不顾安全 冲出马路 跑到对面的酒店 使到义工乃至博览馆酒店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的担心 故此提出了以上的提议 答 这位信众的提议 这位信众的提议是问我们三十信念的举行时间可否提早 首先 我们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每年举行三次三十信念超见法会 并同时举行祭祖大典 而且每一次都是提前数月公告于众 不仅仅是此方世界的一切众生 而且全法界的众生实际都可以收到我们的公式 众所周知 我们三十信念法会依据的本子 是元朝中风国师所编写的三十信念法式 在这个本子里面 中风国师已经明确地指出了第三十结束的时间 我们手上都有这个本子 在第一百页有这样一句话 今宵三十信念佛式将元 诸位听到这句中有今宵二字 今宵就是对第三十的时间要求 也就是中风禅师给我们明确了第三十该什么时候结束 就是依据这个宵字 宵它是一个形生字 它的本意指的是入寝 也就是你要睡觉的时间 它的转意更隐身一层的意思指的是入夜 入夜的时段转换成我们现在的时间 就是在晚饭后八九点钟该上床睡觉的时间 我们现在法会的结束时间 大概通常都是在八点半九点之前 这是如理如法的 这就等于说 我们已经向此方世界 乃至于全法界的一切众生宣布了 我们三十结束的时间 我们三十结束的时间是每天晚上的八九点钟 假如我们轻易地迁就少数的信众 想要早休息的这样一种愿望 而置全法界的众生于不顾 我们就等于失信于全法界的众生 失信于诸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 假如仅仅有一次这样的行为 我们下一次举办法会的时候 会不会还得到加持 很难想象 这个因果谁来背负 所以我们一切都依照祖师大德教导我们的 按照经中教导我们的 我们不能搞个人的 感情上的盲样的一种判断 所以三十结束的时间 我们依据的是中风禅师的本子 这个时间是不能够提前的 并且冥界的众生 我们要知道三十信念法会 主要超见的是他们 他们喜欢的时间 尤其是在晚上 过去的祖师大德 做三十信念 宁可晚也不要早 如果我们提早结束的话 是对不起 冥界众生的 从理上来讲 如果我们没有尊重他们 怎么能够得到他们的感应呢 所以这个时间是绝对不能提前的 假如有人想提前 那也许你预据的不是我们这个三十信念的本子 不是祖师大德的教导 搞的是自己那一套 是妄想中的事情 是一种执着 这个问题里面还有问道 说信众不带恭送主法和尚回聊 也不按义工的指示 依次序出班 便即刻自行离席 大家注意到这一句话 主法和尚对于我们三十信念法会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作为参加三十信念的信众 要怎么来看待主法和尚的作用和地位呢 看到我们的主法和尚出场 应该看作是中风国师化身在现场 这是其一 其二 世师如是佛 我们要将主法和尚看作是阿弥陀佛亲临现场 为我们主持这样殊胜的三十信念法会 因此 我们想象一下 假如面前真的是中风国师 甚至阿弥陀佛在现场 好不好意思 法师还没有离场 国师还没有离场 阿弥陀佛还没有离场 我们就擅自的离场呢 我想大家一定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如果没有极特殊的原因 譬如真的是身体上有所不适 或者是家里确实离得特别远 那是极特殊的因缘 我们可以开远 通常情况下应该坚持下来 整个一天都已经坚持下来了 不要最后的这一刻 因为自己小小的执着 这个习气当中 这种很难改掉的一种坚固的执着 而影响了自己整个一天的功德 这一点是希望诸位参加法会的同修们 能够引起注意的 三十信念法会究竟做的是什么 也就是其目的何在 我们在中风禅师的这个本子当中 找到这样一句话 做三十信念佛事 所及圣音 专为亡灵决生净土 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三天 我们三十信念的目的 我们这三天当中 所有的以及我们生生世世 积累的这些福德功德 我们通通作为圣音 专为这些亡灵回向 让他们决生净土 这个角子是非常重要的 是依靠诸佛的加持力 阿弥陀佛以及廉耻海会的一切盛众 十方三世诸佛的一切加持力 来加持我们这个三十信念法会 让他们决定往生净土 这个角子 它的往生时间 有可能是在当下 还有一种可能 我们集了这种圣音 所有来参加我们法会的这些亡灵 即使这一次不能够往生 它这个因缘已经是非常之殊胜了 所谓往生极乐世界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即便这一次不能走 它积了这么殊胜的善根福德和因缘 说不定下一次 它再来参加法会的时候 它的因缘就成熟了 也是决生净土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 所及圣音 这个圣子 首先从浅显的来讲 它是殊胜的圣 更深一层的讲 这个圣就是圣意地 我们一切依据的是阿弥陀佛的本源 真实之计 这个里面是排除了一切众生的情迹 你自己的思想 你自己的思想感情计较 因此我们所有的这些自己小小的毛病习气 我想早离场 我不愿意恭送主法和尚 我不欢喜遵守大会的一些秩序条条框框 你所记的都不是圣音 可以说你来参加法会 只是形式上的来参加 能不能得到利益 得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 我们来是做哪一桩事情的 三十信念法会 它的每一时作用都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它虽然是三十 其实又是一 是一不是三 它是从底上来讲的 不是从事项上来讲的 理体我们依据的就是 我们无量寿经 无量寿这三个字 也就是依据的是 弥陀四十八愿的本愿海 这是真实之计 因为我们全在阿弥陀佛的心想当中 所以我们依据这样的一种本愿 真实的功德 才能够专为亡灵回向 使得他们绝生净土 但是因为我们众生都是有分别的 因此每一时的作用又有微妙的差别 我们也利用简短的时间 向大家简要的报告 三十当中 每一时的作用是什么 诚意发出来了 我们才能有真实的功德 在经本当中 首先有讲 此一半香 跟盘节外 支薄尘环 这个指的是 界定真香 是性德里面的香 不仅仅是我们香炉当中供的这个香 但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在台上已经插了这柱香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我们普通的城市间的这个香 而要看成是界定真香 是性德当中的新香 这个新香有什么作用 它超越时间和空间 跟盘节外 它指的是时间 所以能超度一切时间 过去 现在 未来的众生 支薄尘环 也就是一切的法界全都包括在内了 因为它是性德真香 它可以朴熏一切的世界 不经天地已生成 其属阴阳而造化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 世间的这种物质上的东西 所以 这个性德新香 我们在做三食的时候 我们的主法和尚首先送念的这些经文 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观想 他决生净土的这些亡灵 真正升到净土 他就得到了性德的新香 所以 这一柱香 它是长 圆 它是永恒不变的 因此到最后第三食结束 真能往生的 他就得到了性德新香的妙用和威德 而我们与会大众 若要燃起这界定真香 就要靠决意往生这清净的一念心 这一念清净心 就可以令十法界普遍蒙熏 在经本的第三十五页 有这样一句话 也就是在第一时 即将要念 普贤行愿品的忏悔文之前 有这样几句经文说 养老法众 一口同音 竟为亡灵 置心忏悔发愿 养老法众 也就是我们在座的一切的大众 为什么加上法 我们这个法 这个是世出世间最圆满的法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三四天的时间 真的是要把自己的一些毛病习气放下 是来做法式解法源的 不能搞世间的这一些情缘情直 而且一口同音 这个音是什么 专念阿弥陀佛名号 祖师大德是离请诸位 敬畏亡灵 也就是恭敬的请诸位法众 为亡灵置心忏悔 为什么用敬字 因为如果用真心来念佛 回向给亡灵 诸位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也就是心同佛 愿同佛 行同佛 所以用这一个镜子 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不要感觉我是一个凡夫 肉体凡夫 我有什么功德 用这个镜子就表示 在座的几千位法众 都是像阿弥陀佛一样 发了无上菩提心 都是大心凡夫 所以中风果师 采用一个镜子 离请几千位 化身在此地的 一生补助菩萨 为亡灵置心忏悔发愿 在经本的第四十页 有这样的一句话说 信行愿 原是自己本来具有 就是指信愿行的三资良 这个话是说给我们 诸位的法众 也是说给堂上的一切亡灵 以及虚空法界的一切众生 信愿行是你自信当中 本来就有的 信愿行是什么 具足了信愿行 你决定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去干什么 去做阿弥陀佛 因为你本来是佛 也就是第一时结束的时候 告诉你这样一桩事情 诸位法众本来是阿弥陀佛 堂上一切亡灵 本来是阿弥陀佛 告诉你 你是心是佛 所以你才能够视心做佛 你视心在做佛 也就是真心在念佛 你也决定能够成佛 以信之一念 决定回归自信清净佛土 入大乘正定之据 我们摘取简短的几句经文 跟诸位分享第一时的作用 也就是受己做佛 第二时的时间通常是比较短 也曾听过其他的同修 分享他们参加第二时的感受 好像很多人执着于第一时和第三时的感应 比较殊胜 第二时因为时间略短 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这都是我们把这个第二时的作用看清的 第二时对于第一时和第三时来说 它起着成前起后的作用 第一时已经给你受计做佛了 受计做佛之后 可是我们是凡夫 包括这些亡灵 无量节以来 在六道当中轮转 在三恶道当中受苦 它这个构胀是非常深的 你怎么能让它的善根增长 你要洗灼够污 它的清白才能够显明 所以第二时的作用 我们就可以想象 阿弥陀佛这句佛号 有这种法语的功德 像下雨一样 可以把我们身上的一切脏的东西 包括亡灵身上一切脏的东西 都洗刷干净 所以第二时尽管时间非常短 这一场法语的作用 是洗脱我们一切众生身上的这种构障 所以在经本第七十三页说 洗除业构 你这个构是哪来的 你有业 业是哪来的 你有妄想 所以我们在念佛 我们就用这句佛号 不让我们的妄想起来 就能够洗除我们的业构 增长我们的善根 善根一增长 这个就不得了了 他就能够发出真实的信愿 同时得到佛的大悲心 照出念佛行者的这种心光 念佛人得到这种心光的照护 就能够发起真实的修行 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 所以第七十四页又有这样几句经文说 夜海茫茫 醉山极极 这个夜海看不到边际了 这个醉山极高 高得快要倒下来一般 我们的一切夜 它都是妄心当中变现出来的 但是怎么能消除它 颤魔以往发愿当来 在老法众 至心忏悔发愿 我们忏悔过去所犯下的一切错误 大家都知道 如果夜真有一个实体 虚空都装不下 忏悔得完吗 是忏悔不完的 所以这个消除 你是用发愿当来来消除 发愿什么 发愿我现在也好 未来也好 我要决定成佛 你才能够待业往生 所以中风禅师又用了再老法众 这个业随 这个业随的消除是不容易的 所以再次的烦请诸位阿弥陀佛 化身在此地的一切法中 请大家置心忏悔发愿 这种决意成佛 往生净土的菩提心 是建立在身心的牢固基础上的 这种一念身心 没有二心的身心 使得一切众生能转三世之众恶 尽为菩提之善 所以一念尽信 信有阿弥陀佛 信有西方净土 信自己本来是佛 信念佛必定成佛 就是忏悔业障最好的方法 在经本的七十六页 讲的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若不发愿往生 纵有恭横 亦成虚设 你事出世间做的一切的善 你如果不能够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你所做的这一切的善法 都是形同虚设 起不上任何作用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万善是同归弥陀本愿海的 也就是世间的一切善法 出世间的一切善法 要想真正得到究竟圆满 它必须回归到阿弥陀佛本愿心海当中 你这一生要求生极乐 才能圆满这些善法 不然这个善都只是好像说一条路 你只走了一半 你没有走到最究竟处 我们做事要有始有终 不能走到一半 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而十方诸佛称赞念佛行者 是人中分佗利花 就是因为念佛行者将所修一切善法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回归弥陀大宝愿海 这样的信愿行是最为宝贵的 所以第二时 洗浊污垢是它的作用 而且告诉你 你要明白你的方向 指方立向 万善同归道极乐世界 弥陀的本愿心海当中 距离了明确的方向 距离成功也就很近了 所以参加第二时的 无论是忏悔代表 还是义工的代表 以及诸位在座的法众 我们都不能轻视第二时 它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第二时成前起后 第一时虽然给你授记做佛 你不知道怎么做佛 有了第二时的休息 你知道要洗浊你的污垢 没有第二时 你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 自己的一切善都将归向何处 譬如今天早上来了 我们见面 跟每一位有缘的众生 我们问一声好 称念一声佛号 哪怕这点低的善 在第二时通通回向 回向到弥陀的本愿心海当中 你庄严的是极乐世界的净土 也庄严了这个道场 而且庄严了我们此方世界 娑婆世界的国土 同时也是利药友情 也就是对我们娑婆世界 地球上的一切众生 你都能帮他们洗浊污垢 让灾难减轻 我们休息第二时 极乐世界因此更加庄严 也就是感动十方更多的众生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第二时的作用是很关键的 能够参加第二时 因缘很殊胜 绝对不能小看它的作用 第三时 在经本的第96页 有这样一句话 现前众党同声相应一句 相应哪一句 现前众党 不仅指的是在座的一切法众 明界众生 同时也包括了我们在后场 要一直工作的义工同修们 所以义工同修们 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来此地 不仅仅是护持这个道场的 同时也是修行者 法众当中 不仅仅是包含着参加法会的大众 同时包括了我们的义工 所以无论你在做什么工作 你都是包含在这个法众的范围当中的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是必定见佛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义工在回答法众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不能口里称念佛号 但是你的脑海当中 你的心田当中 你可以想象我们的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进贡的阿弥陀佛佛像的向好庄严 这个也是义佛 一切的时候不能离开义佛和念佛 依从佛像蛇根念 向蛇根念是什么意思 一句话 佛号念得清清楚楚 这个口也不再讲废话了 除了回答必要的问题 这三天乃至于最后一天祭祖也是一样的 祭祖的当天 并不是说前三天念佛完了 我们就可以放轻松了 任何时候都要切切记住 向蛇根念 都射六根 一个根射住了 六根你就射住了 从密宗来讲 三密相应 深口意 这个蛇根指的你的口 黄念祖老居士有讲过 一密相应 三密相应 你同时修三密特别难 但是口 如果这个一密相应呢 这个密指的是诸佛 他用这种方法也是在修 也是实地菩萨不离念佛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我们一直敬念相继 信念在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上 信念其实也包含了 你在想佛 想极乐世界 想极乐世界的七宝池 八宫得水 宝树 宝网 楼阁 楼罐 像这种庄严的衣宝 不能念佛的时候 也要观想这个境界 而且屏幕上播放出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随文入贯 他讲什么 你随着这个文字 你要观想 观想起到什么作用呢 你现前这个境界 就转变成经文里描述的样子 转变成不可思议境界 所有的经文里面 劝我们的都是断恶修善 这个善不是世间的小善 是真正关闭了一切恶道的门 不仅仅关闭了恶道的门 三界的门 直接开启的是当生成佛的门 所以这个观想 也就是观想我们极乐世界的 一切依报正报的庄严 就出现在我们的会场 一个法会 怎么样才能圆满功德 离不开主法和尚 离不开一切法众的这种 至成心 在称念佛号 在想佛 在义佛 我们能随文入贯 极乐世界的一切庄严 就出现在我们的会场 它其实本来也就在此地 因为我们有构障 我们看不到 感受不到 但是不要紧 你按照经文当中 所说的去观想 它就在 它在 一切的亡灵 不仅仅是我们堂上的 法界的一切众生 它就会有感应 善根成熟的 当下就往生了 不一定是到你送 忏悔文的时候 它随时随地可以往生 因为没有时间的概念了 三计一如了 你都不在妄想上 你念佛 义佛 一切都是在 清静 平等 绝上 所以没有时间 空间的概念了 任何时候 这个堂上的亡灵 都有可能往生到 极乐世界 所以 随与会一切法中 要打起万分的精神来 那么这样念 有什么效果呢 不觉花随 主底生 不知不觉的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 这个花 就是极乐世界的 阿弥陀佛接引你的时候 手上捧着的莲花 莲花上写着我们 每一位要往生到 极乐世界的 去做佛的 阿维悦志菩萨的名字 从你的足底 就生出来了 我们虽然肉眼看不到 但是 当我们真心去念的时候 哪怕我们十句当中 有一句 住在真心上 这个字姓莲花就生出来了 那不仅仅代表 往生极乐世界的 正音 我们已经真正的 种下了 同时显明了 你所代表的 被超见的亡灵 诸位都有写牌位 自己的历代祖先 冤亲债主 他们也随着你 这一个真心 你足底生的 这个莲花 他们也足底生莲花了 现前当来 必定成佛 心量有多大 你回向的 这个众生 他们就能得到 多大的利益 你代表的是 你家族当中的 或者过去生当中的 这些亡灵 你真心念佛了 他们就得到了 这个莲花 如果你代表的是 这个省 是地区 或者是国家 甚至全天下 你所代表的 这些众生 也都能得到 足底生莲花的佛果 受己 他现在或未来 必定成佛 第三时 经本的第九十九页 有非常重要的一段 开示 目的就是增强我们信心 第一时受祭做佛 第二时 给我们洗除了构杖 并且劝我们 一切我们的善法 都回向极乐世界之后 第三时不断地 在加强我们的信心 因为三十信念 快要结束了 信就决定能成就 你没有信 就发不起这个愿 所以第三时 就像给我们 打强心针一样 不断地加强 我们的信心 这段经文曰 古人道 清朱投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念佛的这个敬念 相当于这颗清朱 投到浊水中 浊水是我们的 无始节以来的这个妄念 我们想一想 世间好像没有这种好事 投进去了 这个浊水就能清吗 虽说是浊水 其实它是代表了 我们的心池 本来具足和七宝池 当中的八功德水 是一样的性德和妙用 因为我们执着在 这个妄念上 我们不知道 它本来是清净的 是平等的 是具足一切智慧 无量功德的 而这一颗清朱 是信心成就的 没有二心的决定性 成就了这一颗清朱 所谓得信朱 则心持尽 信水能成尽 一念产生的购物 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 自寸至尺 乃至于底 则浊水 亦随之而成战 这个自寸至尺 乃至于到底了 指的是什么 你念佛敬念相继的时候 你的一念 打个比方 相当于一寸这么长 你其中有几念 功夫成片 相当于一尺 或几尺的长度 你有这么五分钟 到十分钟功夫成片 这就了不得 打个比方 像这个清朱 见了底了 到了底了 整个的浊水 就全部是成清的了 这个成清 不是别人 把这个污浊的水换掉了 而是因为 你本来就有 纯净至善的心持 你看到了 那个真心 这个忘心 自然也就没有了 成清 亦表示 你对极乐世界 对阿弥陀佛 对自己本来是佛 对念佛 成佛 这几桩事情 不再有任何怀疑了 同时 成清 还意味着 所发一切 静妙之愿 皆能实现 所以 这几句经文 是在加强 我们的信念 不要小看自己 每一生的符号 每一句 对着屏幕上的经文 恭敬 读诵的功德 这种随文入贯的修行 这样的一种功德 你的作用是什么 自寸至尺 乃至于见底 你都能让你的忘心 让这个妄念熄灭 堂上的亡灵 当然也就得真实力 如果我们的法众 真的能够做到 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在经本的第一百页 这个信心就是 给我们加持到绝妙处了 他这样讲说 洁净之词 何劳挂齿 我们所修学的这个法门 是一切诸佛都选择来成佛的法门 就像阿弥陀经当中 世尊自己讲出来了 他怎么成佛的 他能够正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来修男性一行之法 也就是称念佛号 求生净土 洁净之词都不需要再说了 说多了都不如念这一句佛 因为念这一句佛 这一条一切诸佛成佛的捷径之路 你等于就登上来了 可谓正修行之神术 这个神字不是我们世间的 这一些所谓的神通 他指的是代业往生的这个方法 我们有执着分别 肯定就会造业了 但是你依靠这个修行的捷径 你不经历三大阿僧奇节 今生就能够往生到净土去做佛 虽然到了凡圣同居土 还是凡夫身 但是你已经不再轮回了 而且正三不退转 这个就是决定是成佛的 由于仰仗佛力加持 但业往生 因此以神字与此法门不可思议 朝方便之正途 正途指的是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正途 但是这个法门是方便法门 是因为一切诸佛都这样修 所以我们也要依据这个来修 就得到了一切诸佛的加持 你决定做佛 这个了不得 多少菩萨因为不知道这个方法 不相信这个方法 不用这个方法 他无量节以来 还在苦苦的求索 也就是他会退转 其他的方法都会退转 我们来参加三十信念 真正用这个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的方法 不仅我们不会退转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一切亡灵 他也不再退转了 破死生直户之雷霆 雷霆万军是我们常常打的一个比喻 形容声微极大的吉雷 此雷不仅急速 而且响震九天 直户是说动武冬眠 潜藏的洞穴 这一声佛号如同吉雷一般 响彻法界 震醒在死生中迷惑昏睡的众生 这些比喻说明 念佛法门 打破一切众生情迹 你难以去想象的 但是你只要做了 就能够得到真实的佛果 在这第一百页 看到这几句话的时候 紧接着就有 今宵三十新年 佛事江源 这个是信心提到极处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发大愿了 因为如果不发大愿的话 我们修的一切善法 都不能够圆满 你不能圆满 还是要轮回 轮回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我们可以说 末法时期的众生 大部分造的都是三徒的业 地狱的业特别多 所以要抓住这个第三十 这样的一个机会 发大心 在第一百零六页又讲了 更为亡灵 至心忏悔发愿 这个更子说到绝处了 我们有一句古诗当中说 更上一层楼 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 你这个大愿是 世出世间第一大愿 是自己成佛 来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的大愿 是回向给一切有缘众生 以及法界的一切众生 让他们当生成佛的愿 所以这个更表示 没有比他更高的了 第三天的第三十 听到这句经文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意念要集中 就想着阿弥陀佛和一切圣众 来到我们法会的现场 手捧莲花 接引我们堂上的一切上根 福德因缘具足的亡灵 所以第三十 在第一十受祭做佛的基础上 在第二十 细着污垢 劝往极乐世界这个方向 万善同归的基础上 把信心给法众提到极处 告诉你 世出世间的一切愿 没有比这个更高 更圆满的了 到这个时候 决定的信心就要升起来 这个是三十的作用 也是绝对不能够变它的次序 更不可能再用我们人为的想象 要去把它的时间提前等等 我们来参加法会的很多信众 有一些是某个地方小团体组织来的 也有一些念佛的信众 大家集合在一起 大概由老修行来带头 给大家组织起来 来到此地参加法会 组织者在参加法会的这个过程中 是肩负着很艰巨的一种责任和义务的 我们要知道 如果你带的这个团队 有人不能如理如法的参加法会 这其中可能有我们主办方 没有事先讲清楚的责任 如果是这样 因果是在主办方 但是如果组织者 没有事先把这些道理 跟大众讲清楚 造成了团队里面的一些信众 对整个磁场一些不良的影响 你也是要背因果的 所以不是说我有能力 我组织很多人来 来了就完事了 把一切包袱都丢给主办方了 不是这样的 来之前 就要跟大众讲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很多法众明明知道已经门票没有了 他依旧固执地说 反正我就是要来 来了以后你拿我没办法 从古人教导我们说 为君者要用人心 君指的是领导 是管理者 我们来承办这个法会 我们是管理者 我们当然要宅心仁厚 来对待每一位到现场的信众 可是为尘者要以静 要修静 恭敬 你来到这里的 你要不要遵守这里的规矩呢 一定要 人心是管理者该有的 但是如果你不恭敬 你这个因果不是世间的小小的因果 一定要来到现场 才能够有这样殊胜的 回向的这样一种功德吗 上一次跟诸位报告过了 不在于时间和这个空间 在于你当下的这个念头 所以组织者不能把包袱丢给承办者 你既然组织了大众来 你就有义务提前讲给大众 这里面每一个细节 附有什么因果 不能够来扰乱道场 所以并不是说 我组织越多的人来 我的功德就越大 什么功德大 来的人真正能如理如法的来做 所及圣音 专为亡灵 绝生净土 你来你专门做这一桩事情的 不是来挑三拣四的 所以这个人心 也是每一位法众该有的 因为大家不仅仅是来参与这个法会 你也是来护持正法的 不但是义工是护法 每一位法众对于净土法门来讲 都是护法 你也要起到护法的作用 两者兼有的 你既是来红法的 来传承这个净土法门的 你也是来护持这个道场的 日后的法会中 每一个主办方都可以让地方的团体组织者 发挥其应有的力量 办法会不仅是办一场盛大的佛式活动 它更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教育活动 如何能做到每一个步骤中都能令主办 法众双方都修清净口业 成庭一夜 端正深夜 是一桩严肃又值得思考的事情 以上是学生上官浅显的心得报告 此回答不是作为答案 仅仅是个人心得的陈述而已 恳请尊敬的师父上人和诸位大德 给予辅证 阿弥陀佛 上官 上官 这个 这一次的报告 主要的 把三十七年 这个佛式 解释清楚了 这一段 报告很重要 希望以后 我们做三十七年之前 把这份东西 也要向大家做个报告 用有声书的方法 大众做下来 先天天 先明了 这个法式才如法 法式的功德了 真的不可思议 如果对于这一次的法会 完全没有明了 跟着大家念念 尝尝 自己心没有开 是很难得到利益的 这一点 我们要知道 上官 这两次报告 都非常难得 只好像它是 这是不是放在 我们 祭祖纪念的看物上 上次 上一篇是 上一篇是 这一篇呢 这一篇 听师父安排 他这一篇是 二还是上 他还有下 好 非常难得 我们非常感谢 这个上官同学 他的报告很有价值 非常值得赞叹 值得大家学习 特别是 不常参加 三十七年 这种活动的 一定要先 把它看清楚 看明白 参加的时候 就不一样的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时间正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